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遙控工房頻道時間 今天會介紹什麼呢 就是介紹我手上這部Toolkit RC M4Q 充電機 可能大家會問這部充電機是Toolkit RC M4Q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跟我之前介紹的另一部M6D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我先介紹一個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這部M4Q是4通道充電機 什麼叫做4通道充電機 即是同時間可以充4排電 其實在市場上可以充4排電的充電機 坦白說其實不多 一般來說最多都是充2排電 4排電是少的 如果舉個例子一定會講到4排電的充電機 我想大家很多朋友就會想起 這部Sky RC M4Q200 就是這麼大一部 我也是之前介紹過 我之前是在使用這部機 也是這麼大一部 4個通道充電 但如果我們來看看 Toolkit RC那部 Toolkit RC 只是這麼小 兩隻的尺寸 也相差很遠 除此之外 如果大家記得 我介紹過這個Q200的時候 我都說過 這部機其實在市場上賣的價格 是1,000多元以上 而我手上拿著這部機 它只是半張 即是這部機的一半價錢 就可以賣到 所以對於市場上不少朋友 可能都會非常吸引 可能有些朋友就會問 其實為什麼我要買一部 這些4通道充電機 或者我講回自己的經驗 其實4通道充電機 甚至是說2通道充電機 很多時候 例如用車的時候 例如我要出去玩 例如放在車場也好 又或者自己出去玩也好 例如我要多充電 如果我有4通道輸出 我就可以4個同時間充電 又或者另一些情況 例如我玩車的時候 例如我兩排電 兩排電 輪著玩 我玩完兩排電之後 我就可以用這4通道充電機 兩排電就做這個搜集 來準備下一次再充電 而另外兩排電就繼續充電 這樣就不會影響到我充電 以及儲存的過程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 最見到優勢呢 例如你要去比賽的時候 你就是最見到優勢 因為很多時候 例如你要去比賽的時候 你都充電一排電 就用來做比賽 一排電的話 萬一有時間 就用來做一些試圈 試圈等等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用來這些 而我比賽之後 那兩排電 我可以馬上去做這個搜集 因為搜集的過程 其實不是說 你一會兒就完成 因為有時候會充電 可能有時候會放電 那這個過程 其實會有一段時間 會霸佔了通道位置 所以如果你有多幾個 好像有幾個的話 那當然會有很多 所以才會出現 還有一些多通道的充電機 普遍朋友來講 就會喜歡用兩個頻道 因為兩個頻道的話 其實價錢相比起 例如我剛才說 這部機 一千多元的話 兩個頻道的話 會便宜很多 例如最近我們介紹過的T200 又或者很久之前我們介紹過的D2 又或者HOTA出局的D6 Pro iCharger等 全部都是兩個輸出的 那這些機器的話 當然價錢便宜一點之外 他們做起來也會比較方便 所以就會有一點 而去到四通道 就像我這樣 我自己試過其實很方便 但是 始終來說 這部機器的大小 價錢的話 的確會影響到很多人 想去買的衝動 而今次介紹的這一部M4Q 正正可以這樣說 就是在這個位置上 來講 就幫到不少人 因為看第一件事 那部機器就小了 第二件事 就本身來說 除了它兩通道之外 它是一部行ACDC的機器來的 即是說 例如麗里 駁火牛也好 又或者駁AC的話 都好 都OK的 不過要留意一下 就通常這一類的多輸出的充電機 無論是兩個通道 或者四個通道都好 都會有一個情況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 就算是單通道都會這樣的 就說 你會見這部機器的話 它寫著 AC是100火 而DC的話 就是50火乘4 什麼意思呢 AC的話 即是說 如果你用這個插濕電的話 那時候這部機器 最高輸出是100火 而它那個 如果行DC 例如麗里 你插火牛的話 它每個輸出 就有50火 分別就是這裡 但如果麗里 一般來說 例如說 你插7.4V 普通電的話 其實每個輸出 就是20多火 如果你只是用到5A 所以這部機器 如果你想四個搭 同時間 輸出都是5A的話 你就可能選擇 就要用回DC 但是如果 譬如說 我通常都是充一些2A 1A的話 那你行AC的話 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其實大家如果有記回 我之前介紹過的 這部Q200的時候 都說過 它行AC DC的時候 它那個輸出 是有點不同的 如果行AC的話 200火 就是share 每一個Pot 100火 充滿一個CDPot 就是50火 即是說 差不多都已經有250火 至到300火 的輸出 所以這個是普遍 所有這類型機器 都會遇到的情況 這部Toolkit RC M4Q的話 就像我所說 就是那個情況 或者說回來 其實它本身來說 如果走回DC 這樣計算 的話 每一個輸出最高 有5A 那 即是這麼說 如果以普通玩車來說 每一個輸出5A 譬如說 你不是玩STOP 而是玩一般的 我們所說的Modify 又或者你玩小車的話 譬如玩GLR那類型的車 又或者玩無人機 這樣計算 其實這部機器的充電效能 其實已經足夠了 那當然 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看到 例如剛才我們拿這個Q200 跟這部機器相比 尺寸相差那麼遠的話 其實很難期望 它這部機器 會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A數 去提供 因為它主要是提供一個方便性 所以這部機器的尺寸 其實也限制了它本身來講 可以充電的A數 但是 5A來說 其實對於很大部分的情況 都夠用 甚至這個3A的話 其實都夠用 例如你玩橫皮爐的話 如果你要一次過充電 四排電的話 這部機器已經足夠了 當然這是它的好處 其實這部機器來說 尺寸比較小 所以這部機器的設計 也是打算給一些 比較小容量的電池 來用 因為它不會有10A 20A以上 所以5A這樣計算的話 現時計算 可能有些人就想搭配 適合用之外 其實玩小車是最適合的 所以它本身 這部充電機跟的Port 也是有兩個尺寸 給它跟的 我現在手上拿著這部 這個 它就說是用X-T30的插頭 那為什麼會用X-T30插頭呢 因為它是用無人機 又或者你玩GLR那類型的車 要用小頭的話 很適合用的 但是它也有出到一個版本 就是用X-T60的 即是我們一般大車用的 那些頭 所以就算你說兩者的用的話 OK的 也是沒有什麼分別 沒有什麼問題的 除了它那個5A的限量之外 另一個限量的話 就會看到這部機器的話 它是說支援的電池 是由這個1S 去到這個4S 所以你看到它 其實那個平衡插頭 不是很大的 這個也可以這麼說 因為機細 另外它行AC-DC 你要放到AC-DC那些東西下去的話 又要做到這麼多東西的話 其實也會有一定的限量 所以你會看到它本身來說 就算是行DC的話 都是50W 5A 大概來說 可以差10W 所以你會看到它是 行這個 最大4S的電池 也是有道理的 至於操控方面 它的操控 就跟這個M6D 是差不多的 2E RC的M6D差不多 也是用這個轉轉盤 加一個這樣的 channel switch 其實也跟 譬如說 另一個市場上賣 Holta也很相似 但是 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們之前的比較 都會知道 它雖然操控性是相似 但是問題在於 它其實那個 interface 那個Software 我個人覺得 會比Holta好的 至少反應 各方面 會比較好 所以 就算它那個 按法 跟Holta很近似 但是我覺得 它的操作 是比Holta的機器更好 講了 那麼多 外觀上 或者一些 簡單功能性上的東西 或者我都 馬上去試一試 這部機器 給大家看看 它裡面的操作界面 或者操作方式 是怎樣 那現在我們 就開了一部機器 看一看 裡面的Software interface 那 好了 我們這次 就會用這個AC 做一個操作示範的 那麼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基本上 它就會 一會兒就會著 那我覺得 最好的地方 也是我跟我之前 講過的M6D 同一個情況 就 它的 鏡頭 可以看的角度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 你會看到 就算我擺放不同的角度 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 那些字的話 亦都另一方面 其它的字 其實都很大隻 很清楚 你不會怕看不明白 不過我覺得 它跟M6D 都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 按完之後 其實它不太看得清楚 它究竟 哪一個是操控的 如果 我個人意見 如果 將來 改用軟件 最好 例如 我按這個通道 我用這個通道 這個 可能是一個 反黑反白 因為它有這個 反黑反白的功能 所以 我一看就知道 我現在在按誰 過一段時間 之後 它才會變白 然後再按 它又會 打亮 這樣的話 可能會更加好 但是暫時來說 它沒有這個功能 沒有辦法 但是 至少 它是看得清楚的 如果 每一個頻道 要看哪一個 我按這個按鈕 其實 你會看到 它的字上面 2 1 2 3 4 就會有不同色 用這個方法 來顯示 另一方面 有一個框框 譬如 橙框 這個是藍框 這個是綠框 這個是紫框 這個是藍框 它是用這個方法來做 告訴你 那 這部機器的話 我認為 很理解 大小 不算太看不清楚 不會太看不清楚 不算太看不清楚 不算太看不清楚 因為機器便宜的時候 通常很小 就看不清楚 所以 大小是合理 但是 另一方面 我剛才說了 Q200 其實Q200 你記得這部機器很大 螢幕好像很小 相對來說 這部機器的螢幕很大 但其實 如果你放在一起 兩部機器的螢幕 其實是接近一樣的 所以 不要以為 它的螢幕特別大 不是 只不過是機器的螢幕大 而且螢幕放的方式 看上來也很清楚 所以 都可以 這部機器 它本身 操作的方式 跟M6D 也是差不多 選擇頻道 例如選擇不同的頻道 例如選擇第一個頻道 按這個頻道 按這個頻道 也是去到充電模式 選擇的話 也是跟之前分別不大 可以選擇不同的電 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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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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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電量 基本上這部機器都可以 按這個 充電 有多4S 有很多 幾多 SS 1S Jac 2S 3S 4S 之後就是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 就是按這個 充電和儲存 另外 結束電壓 基本上這部機器 其實都可以充到四合、4.25V 這樣我們看到是四合、4.25V 都可以充到 比較高 如果玩比賽是4.22 的話 也可以做得到 轉盤也是可以的 另外充電電流 也可以去到最高5A 但另一方面說回 如果用AC的話 如果用4A充電的話 其實就用不到5A 大概要估計100V的話 25V 25V左右 如果用計算機 25V除8.6V的話 大概充電到2.9V 大概充電到3A左右 不要打算充電5A 如果用AC的話 這個是大概的數值 基本上這些東西都很簡單很容易用 到了充電的時候 最低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裡就會告訴你 你可以選擇充電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三 第四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我挺喜歡的 例如說你有4排電的話 假設你每一次充電的話 你都要按4次的話 會不會覺得很煩呢 其實它是可以的 例如你去到車場的時候 一開始充電幾排電 例如你第一個 你按了它就會變成有顏色 未按的那些仍然都是黑色 例如1 1 2 3 4 只要它們4個都燃光 顏色燈之後 你一按開始的話 它就會4個同一時間充電 我覺得這個是挺有趣的地方 例如你這個位置 我不想充電的話 我也可以選擇 例如你可以選擇 我每一次的4排電 我要按4次的話 那就好事招拔 它現在可以一次過告訴你 只要按在這裡選擇 之後就可以充電 我這個是不錯的 挺好的地方 說到這部機器 其實是價錢底 有4輸出的 那它有沒有什麼缺點呢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它不可能沒有缺點 這些機器 因為怎麼說 你像安理機器那麼小 是不是價錢又便宜 那它的缺點在哪 其實如果剛才看我推出的時候 你都應該會看到 其實這部機器 它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你見到 在模式上 它只有兩個模式 一是充電 一是儲存 是沒有放電模式 沒有循環模式 沒有這些東西 完全都是沒有的 沒有平衡的模式 亦都沒有這些東西 那為什麼呢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價錢考慮 但是另一方面來說 如果大家想回我們平時 玩車的時候的過程來說 其實它只有這兩個模式 又算是挺合理的 那比如一個例子 你當它是充電 充電的話 其實現在大部分人充電的話 已經是在用平行模式 尤其是這部機器充電 它也是在做平行模式 所以變成 其實你需要不需要特別去選一個平行模式 其實我會覺得是有些問題 所以就這樣選擇充電 那就已經可以 所以變成不需要再選什麼平行模式 還是不平行模式 這是第一 好 第二樣東西 沒有放電這個問題 那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自己平時玩車的情況 究竟是不是這麼多時間 會去做一個放電呢 以我自己這樣計 我很多時候玩車 我都未必會做放電 我通常的情況是 我玩完車 跟著排電的話 我一回來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做Stortage 就算我下一段 我是要想著用來玩車也好 再玩的排電 是要用來再玩也好 我也是做一個Stortage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因為放電 通常來講 放電是未必會幫我做平衡的 很多時候放電機 就這樣放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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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到適合那個電價就算了 而儲存的話 它才會放電之餘 兼加會幫你做平衡的 所以變成來講 做儲存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已經都是 舊的情況 反而我覺得未必會做一個儲存 所以我通常都會用儲存的 而這個儲存的話 大家不要想著它儲存的話 因為它沒有放電機 它真的沒有放電功能 它不是沒有放電功能 儲存這個Mode的話 其實是可以幫你做這個 我測試過的 其實是可以做放電的 不過它的放電的話 A數比較低 說的是多低呢 就是0.01A 大概是等於10個MA 所以變成來說 它的機器其實沒有標明 有一個放電功能 它只是有儲存功能 它其實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可能大家聽完之後 覺得 嘩 這麼小的A數 那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又在說 這類機器的話 其實它的情況 就是很多時候 讓你用來玩車 玩完之後 排電已經沒有電 或者什麼 去到那個Cutwalk 那個A數 或者那個Rodeage 回來後 然後才充電 所以它充電又沒有 放電才會這麼低 很多時候 告訴你 你玩的時候 你反而考慮你排電 其實充電的機會 可能比放電的機會高 當然 你說會不會有機會 是要放電比較多的情況 是有的 比如一個例子 你玩比賽 你排電玩不完 玩了很少 這樣的話 有機會 可能你就要做這個 放電放很久 但如果不是 不是計算這個情況 譬如正常這樣計算 通常的機會 都是你要充電的機會 會比較高 所以變成這樣 這個就會用回儲存 在我自己實際操作的時候 這部機器的儲存 的話 它放電 剛才我說過 它只有0.01A的放電 但是如果你有排電 放了進去做充電的話 其實它會高 它會去到0.05A 即是有50mA 即是 因為其實這部機器 可以這樣說 即是它內置消耗電能的方式 是比較的 可能它裡面的電阻 或其他東西 是比較小一點 所以如果它想放電 放得快的話 是要有一排電的話 反而會放得快一點 這個是可以說它本身來說 這部機器 是便宜的缺點 但是 譬如你玩一些GLR那類的車 或者玩橫皮龍那類的車 其實你玩完之後 排電沒什麼電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就這樣做儲存的話 是OK的 當然 有一個情況 就會蠻嚴重的 例如你排電 是5,000mAh 6,000mAh 你玩了一點點 已經是剩下 差不多是7.8V 甚至舉個例 8V 那你要放的話 就蠻嚴重的 但如果你排電是小電的話 這樣放的話 其實都OK的 所以這部機器 我個人意見 我感覺的話 比較來說 是適合一些 充放電系 充電比較多 放電比較少 這樣就會比較適合 另外 剛才我提及了 關於BALANCE BALANCE來說 因為機器比較小 所以BALANCE來說 也不算很高 平衡電壓 A數平衡電流大概是240mAh 即是0.2A 0.25A 不算很突出 但是還可以 講了這麼多 關於這部機器的充電 情況 講回一些系統上面的東西 系統怎樣進去 按住這個按鈕 一會兒就可以進去 但要留意 就是在未充電的情況下 就算你插了電 沒有充電 才可以進去做系統模式 如果你在充電的話 就可以進不去 好的 輸入設定 就是講關於裡面的電壓 例如你選擇ACDC那些東西 基本上沒有太大特別的東西 安全設定 裡面的溫度 沖多久會停 都是這些東西 另外 連續工作 會不會連續工作 會開關 會關你一些 工作完成之後的情況 券流 即是會撕電 撕電 不撕電 電池選擇 開關 這個電池選擇是有什麼 電池選擇開了之後 就會幫你記錄了最多5個電池的選擇 例如你可以預設了電池裡 例如第一個選擇電池是Lithium Pro 充5A 第二個選擇是Lithium High Rode充2A 每一次選擇的選擇 就不需要每一次射 所以這就是電池選擇 可以開不開 或者我開了給大家看會怎樣 開了之後 然後進去充電的話 會看到多了這個 如果我關掉的話 關掉的話就會沒有了 關掉的話 關掉的話再按進去 就沒有了 就是選擇的情況 所以這就是電池選擇的開銅瓜 另外 背光要幾光 最高10 剛才我選擇6 視乎你自己當時的需要 聲音的話 都是這樣 不是教大小聲的 記住 是教這個 聲音的不同的節奏 OK 好 接著 顯示語言 也是有多角顯示語言的 英文 德文 當然有 中文 有繁體中文 簡體中文 都有 另外日文 我經常講的 日文和韓文都有 我自己也喜歡用日文 不過這次我為了方便大家看 給大家看 是用繁體中文 好了 亮色 剛才我講的問題 就是它可以反白 例如這樣 可以選擇這隻 這隻有些情況 大家可能會比較喜歡 黑色 異體 不喜歡 所以我剛才說 其實它可以做到兩種顏色 如果它四格 可以做到三格 或者什麼格 是這樣反轉 反而我覺得 如果它能夠大一點 令人使用起來 會方便 不知道它們將來會不會改 那 恢復 廠設定 還有一些消費 其實基本上 都不是太大的困難 去怎樣用 講了大概的功能之後 不如我們又試一試 講一部 這部機器 如何使用 充電的情況 我現在就示範一下 用這部M4Q 來做一個充電 因為我現在手上 這部是一部 XT30的版本來的 不是XT60的版本 所以為了方便起見 我會用一些XT30的插頭 電視示範 給大家看 那是怎樣做一個充電的 其實充電的方法 也很簡單 也就是 用我們平時一樣 插一個小鈕 接著又插一個平衡插 基本上它裡面 已經即時會顯示了 給你看 它那個 電的 充電 以及它本身 兩個電 每個 銷售的 電壓 那 其實這部電的話 我之前已經做過一次 找這部機 來做一個 一次的 所謂的 Store Day Mode 所以你看到 它那個 平衡的情況 都很理想 我覺得挺好的 另一排電 這次我又插 另一個插頭 3號 接著又是這樣插 平衡插 插好 也是看到 是有那個 電壓出來了 好了 如果譬如要充電的話 也是 請說 這個 這個按鈕 可以讓你選擇 不同的 頻道 譬如 我現在要做 頻道1 選了之後 按進去 然後 選擇 電池 電池 1S 還是2S 我現在是 2S 我可以選擇 自動 等它是detect 然後 Mode 我選擇 充電 或者儲存 本身來說 我現在已經做了儲存 可以試試充電 選擇 充電 然後 4.2W 充電 電流 因為我現在 其實正在使用 AC 我想試試 看看 不要太盡 用3A 選擇 之後 沒錯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選擇 哪一個頻道 我現在是頻道1 或者 我們試試 同時選擇頻道3 兩個 兩排 其實都差不多 接著 可以試試開始 接著 問你 是否一路充電至8.4 三路充電至8.4 兩個都是 OK 確定 那你會看到兩個都開始充電 同時間 如果我這兩個 要做放電的時候 我亦都選擇2 按下去 亦都可以繼續做 例如我要做儲存Mode 其實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因為它本身來說 我這兩個在做充電 這兩個被迫 就一定要做充電 同樣道理 剛才我說過 如果舉個例 例 我這兩排電是做充電 但是另外兩排電 做儲存的話 他們本身這兩排電 是放電的話 放電的時候 那個電 是會 放得比較高些 相比你這樣插 就這樣 純粹放電 這就是可以留意的地方 好了 就出去了 例如一個例 我充滿了它就會響 如果那個例 我不需要再充電 那怎麼辦 如果我要停止去充電的話 我可以選自己的頻道 然後按 停止 基本上就可以了 又或者 例如我另一排 我銷售的話 例如這個 2號 我還在充電 例如我這次 不是要什麼 我要改變電流 在這個時候 改變電流 例如改為5A OK Exit 它也會 即時改變電流 為5A 剛才有3A 明明大家看到3A 現在變了5A 就在上去 所以變相來說 都視乎它排電的情況 或者有不同效果 有一個同樣的道理 如果要停止的話 一樣 停止就可以了 操作上也不太複雜 也蠻簡單的 整體而言 這部機的設定 用法 一次過就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或者我再說一些 我對於這部機的個人感想 其實我覺得這部機來講 對於有些 例如玩車 例如玩一些 GLR 例如蚊車的人 其實我覺得是最適合的人群 因為剛才我說過 雖然它有4個通道 但因為它沒有放電的話 其實對於玩大車的人 萬一真的要放電的話 我自己試過的話 放電的話 如果它設定的話 你放回7.6 都放7.6 7.8 都放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就算你插進去的話 對於他們玩大電的人 其實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 但如果 例如玩蚊車 又或者玩蚊皮籠 那些電的話 都是1000mah 2000mah 最盡的 例如說 萬一我真的要放電的時候 時間上至少少很多 還有4個通道的話 我至少壓了兩個通道 還有兩個通道充電的話 我覺得想法上會比較合理 如果用大電的話 的確會比較煩氣 但如果用小電來說 我覺得就非常完美 始終來說 例如我去一些 蚊車場玩 我手機 又小 我又可以走到AC 但是兼甲來說 我本身最高可以充到5A 最壞也好 例如蚊車這樣算 我可以充到3A 即是 你4個同時間 我走這個AC的話 可以充到3A 那對於 這一堆人來說 機細 5A 做到4排的話 我想 市場上面應該 沒有哪幾部機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部機 其實是最適合 最適合 就是玩蚊車 玩橫皮籠 那些人 使用 至於大車的話 我會覺得 可以 想一想 因為始終來說 機細的話 的確會有它的缺點 但 另一方面 你覺得不介意 例如 有時候 我玩完車 我純粹拿這部機 用來做Storage 只用Storage 只用Storage 例如我四排電 全部都放進去 Storage 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位 都適合那些朋友使用 基本上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影片 內容幫得到你的話 記得按個讚 另一方面 記得訂閱我們的 遙控工房 YouTube Channel 還有提示 每次有新影片 有新介紹 大家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另外 例如大家有對這些 我介紹的產品 又或者對一些遙控車的東西 你有興趣想知道 多一點的話 歡迎你來到我們遙控工房的討論區 又或者去回我們Facebook 又或者去回我們Facebook Group 我們YouTube Channel上 都有這些連結 你可以去回我們這些地方 跟我們做一部討論 都是那句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盡可能在群組或討論區 不要訊息我的 因為訊息我的話 很多時候我回答你的話 都比較偏面一點 我希望大家可以得到的資訊 是多些 你貼出來才會多些人回答 所以盡可能貼在討論區 又或者貼在Facebook Group 就會最好 今天的介紹基本上就是這麼多 希望再有很快的有新產品和大家介紹 下次再見 拜拜